所以有一句话说 自古圣贤 以敬为根 同盟养正 先学恭敬 我在世界各地演讲 我发现马来西亚的华人 这一点做得相当相当好 把中国传统优良的文化 都还保持得非常好 还发扬光散 我在看我的亲家公 陈正龙博士 他们在过年 就历年都穿了长袍 跪下来要磕头 要拜年 这些都是让孩子学会恭敬 是相当不错的 那我的儿媳妇 陈林立 教我这个孙子凯兴 恩恩 也很懂礼貌 看到人 爷爷 我爱你 爷爷 这些都是从小要去养成的 也期盼 我们马来西亚的所有的尊敬的领导 对孩子 从小一定要学会对人的恭敬 你的孩子长大 一定非常有成就 一个人 假如没有恭敬的心 你什么都得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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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都得不到的